字幕提供 先把它這樣弄好了才能量是不是 對 不然你等一下量自己的 彎曲的 跟打直的 自己試試看吧 哦 對 可是我覺得他們量不會把它打直耶 可是你要量的是他 叫媽媽真正要的血壓 不是說你要去 去找他們跟他們之間的差異 你要的是 他真正血壓還是說 呃 對 你現在是說 我量的跟他們的兩個差在哪邊 還是說 叫媽媽現在應該有的血壓是多少 這兩個觀念 一個是說 是不是他們量錯了 等於說你要去對他們 當然就照他們的 然後看他們的這個數啦 或什麼的 還是說你要量是說 叫媽媽正常應該有的血壓是多少 應該是這兩個要去分啦 對 一個是驗證法嘛 一個是說 叫媽媽反應應該就是要這樣量 那你要用不正確的方式去 他不用用不正確 你用不正確 那叫媽媽血壓都不正確啊 對 大姐了解我意思嗎 了解 那我不知道小七師父是怎麼量 他有把他生子量嗎 這我不清楚耶 那我要問他 因為就我學到的是要打直才能不太準啦 因為你想想看 大姐你現在手臂先不要量 你弓起來的話 你這三臂是不是會站起來 對不對 站起來壓力就 然後他就舒服 壓力就正常就會比較大 有沒有 我們手弓起來上面這一塊有沒有 這一塊肌肉就弓起來有沒有 就變大顆啊 他壓力本來就會拉大一點 不知道這中間的差異是多少 每個人不一樣 因為這跟每個人血管彈性什麼的 甚至有人反而更低 因為有那時候在做數據報告的時候 我看到PayPal說 大概十個有一兩個會偏低 對 八個是都會偏高 所以不一定的 但是不是說絕對 最麻煩的它不是絕對值 對 它是一個統計學上面的數值 你看我這樣綁型嗎 因為那個 我不知道那個衣服要不要給它拿上來還是怎麼樣 不要不要 而且它現在是側躺的 我不知道側躺可不可以 側躺的話 它現在是側躺 它這個心臟是在這個高度 對對對在這個高度 所以它高度會比這邊高 對對對 是的 所以它就比較不準 對 對 所以你就給它養躺好了 對 會有一點偏差啦 會有一點落差 那現在頭有調高 可能剛剛吃飯 調高是還好一點點 可是它這樣子會不會造成它不舒服而已 它剛剛是 我相信是剛剛吃飯 所以把它搖高的 應該是說最主要是心臟跟它的位置 嗯哼 他們在 因為我們坐著量 嗯哼 你想想看我們坐著頭是不是高的還低的 坐著是高的 它有沒有影響 沒有沒有 可是它是不是讓手臂跟你的心臟大概也是平高 是 對 有沒有我們是不是常常是坐著量 有沒有說是趴著量的 沒有 也沒有啊 所以這頭的高度是還有 最主要是心臟的那個數 就是落差啦 嗯哼 高低差的那個差別 嗯哼 會比較有影響 但是我覺得我們等一下是要做那個 推拿 所以可能要把它全部放平 嗯 不然等一下我們用做的也可以 今天也可以用做的啊 今天可以用做的 哦這樣 然後再用羊躺的 嗯哼 它身體又又又又翻過去了 它那個肩膀 它這個姿勢都還好 最主要是 如果說真的要注意是心臟跟它的高低差 我這個讓你架著 否則它又 弄過來了 這個這麼高可以嗎 要不要放這個量的 量的機器 要不要跟手臂放在一起 這沒關係 這沒關係 沒差 因為它是聲音式的 哦 它是聽聲音 嗯 它現在在打個喝潛 打個大喝潛 會不會影響到 嗯 正常而言的話 它在膨脹到最大 在縮的時候有沒有 那個時候比較安靜 哦 那你在膨脹是還好 嗯哼 因為它 我說過它是在膨脹到它沒有聲音 啊但如果你身體後來用力對不對 會造成壓力不平均 嗯哼 或者講 所以它會叫你不要講話 嗯哼 但是它在膨脹 真的在衝壓是還好 嗯哼 但是衝壓到最高的那一剎那的時候 就真的是前五秒 它又打噴氣了 它現在又打哈欠 打一個很大的哈欠 可是很難禁止啦 嗯哼 所以我說量出來取壓後 我們會每次量都會有點 就是這次量跟下次量都會有點落差 幾號米工作都還可以接受 嗯 因為這樣講 情緒反應 血管反應 還有它的那些都會有落差 嗯哼 只是說你現在問我 就是說 其實側盤也會有落差 但是它都還在允許範圍之內 只是說 我們現在盡量可能把那個 就是會有落差的因子排除掉 啊但是有些是不能避免的 那就 就這樣子了 嗯哼 然後量那個血壓 其實有時候 好了已經到了 好 是一百三十五一一六 嗯哼 那個是多少 等一下 我還有一個我沒有看到 因為這個角度的關係 八十三 一三五一一六八十三 心跳八十三 對對對對對 一三五一一六 嗯哼 一一六 對 一三五一一六 啊低的比以前高很多 對 以前都是七十幾八十幾 對 對啊這次高很多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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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